毕加索,超越时代的艺术家,九岁开始了艺术生涯,他的画工非凡,几年时间就成名于西班牙艺术界。 在他爸爸的研导和教育下,他在古典艺术的现实主义中得到了很高的荣誉,而当时的他还没到18岁呢。 同一之间的欧洲文化艺术,也发生着巨大的转变,那是一个去旧迎新的时代,一个新思维的时代,那个时代影响了未来艺术的发展。 是艺术界的里程碑,西方文化的崛起。 就在这时,毕加索决定去巴黎开始新生活,不顾他爸爸的反对,决定要为他的艺术寻找新的方向。 他觉得艺术不只在于现实主义,艺术应该有更高的境界,有新的思维,他以波西米亚的态度去生活,对人性有了进一步的认识,生活方式的转变,将毕加索带入了一个新的境界。 因为好友的李氏,他开始了蓝色时期,在这段时期的作品中,毕加索记录了人生的悲伤与生死,使得这时期的作品带着音域的感觉。 这一切都对艺术界能知他自己影响深远。 几年后,一个新的阶段开始了,22岁的他恋爱人,粉红色时期揭开了新的荧幕,这些作品奠定了他的未来艺术方向。 颜色鲜明,远绘出乐观却同时有一点悲伤的感觉。 这种冲突的情势跟艺术表达,可以说是西方意识中的意境。 两年后,为了寻找灵感,毕加索离开了巴黎,那时候摄影刚刚出现,欧洲艺术家们觉得现实主义应该会被摄影取代,新一代的艺术必须进入新一个层次。 这时,毕加索从非洲公寓中找到了灵感,开始了抽象主义,刻出原有的框架,创先河地将西方艺术带进了一个新的境界,开始了抽象主义。 开始了现代艺术之旅,这些都是艺术道路上的开始。 未来几十年里,他也做出很多令人惊叹的创作,不停地改变艺术形式和创作方法。 直至今日,毕加索依旧是最致影响力的艺术家之一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